因为小银亚这个猫熊热席卷全台 在国外有这位节目主持人呢 对猫熊吃黄的程度是不遑多让 他直奔大陆四川的猫熊富裕中心 为了近距离接触 你看他直接把猫熊装穿上了身 而到底成功了没有 来看我们的报道 前进大陆四川猫熊繁育研究基地 两名主持人雀跃不已 但怎知道一云入眼帘的画面 竟是猫熊在交配 只是千里迢迢来到此地观看影片怎么过瘾 两位主持人不惜牺牲形象 穿上猫熊装 在专家的指导下 要和大猫熊来给亲女接触 小猫熊吹哭 吹哭 那是怎么回事 呃 妈咪熊的声音 妈咪熊一直用 狗哭哭 呃 呃 然后只见两名主持人假冒猫熊 在草地里滚啊滚的 两人演了大半天 终于把大树上的猫熊给引下来 只能演真实的 像猫熊 但不料费了番功夫 猫熊来了 两人却因为害怕被猫熊攻击 临时打了退堂骨桃指摇摇 虽然这趟成都之旅 主持人和猫熊的亲密接触失败 不过也见识到了保育人员的用心 记者曾博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